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大埔文武廟和富善街街市 當大家走完火車博物館,其實可以去走一走 它都有百多年的歷史 甚至比大埔區火車站更加悠久 武武廟建於光碎的十七年,廟主由鄉民集資興建 當時主要為了泰和市作為辦公室 到1954年鄉公所成立,主意奉祀文昌帝及關武帝 他的木戀就比較有氣勢 文昭就一決,武鎮剛學 廟內香火就鼎盛 物品都很古色古香 也有悲聞記載廟的歷史和修緝 更加有光碎年間的香爐就原用至今 雖然說在2000年左右,大埔街市就興建了 慢慢這個重心也都移向了新街市一帶 但是這裡的價格其實明顯也都很實惠一些 大家看看這個價格就會知道 所以也都保留了一定的吸引力 可能大家會奇怪,為什麼這裡會叫泰和市 原來早在泰和市之前還有一個大埔禁區 就是現在的泰和村一帶 由鄧氏左主理的 但是因為他的處理手法就有欠功勻 部分的其他村落或者市族覺得不公 就在這裡一帶就建立了這個泰和市 當然去到20年代,其實大埔舊區已經沒落了 這裡慢慢也都成為新界東的中心 就算後期李文虎處理這個新界事務 他都建於這個大埔區的 其實我回看幾年前還有一些報導和分享 就是說有些過百年的查失還存在著 那好可惜就是因為年紀大退休 後繼無人就被迫退休 雖然沒有這些八年古墊 但是其實過八年的街市依然供應著大家的生活所需 其實都十分難得 過了這條馬路再過這條橋 對面其實就是大埔政府合處 過往在新界區大部分做身份證都是去政府合處的 再走前一點就是泰王火車站 大家有時間都可以走一走